平东县政府结合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资源 在平东智慧农业学校设立南区青据点 扩大成为加南高平棚等区的青年伸展台 智慧农校开幕以来 除推动科技农业人才培训外 更跨区办理多场地方创生青年陪力工作坊 青年小聚工作假期等活动 也引导在地青年强化经验交流及公共议题对话 卷动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地方发展 为展现启用周年成果 南区青据点将以南方风土季为主题 要各地青年大会师激荡出交流的火花 我们希望这一个季能够 不管从第一天我们的风土办桌 到后面后续有很多丰富 不管是我们节气的食材教室 或者是我们最难晚的音乐活动 那这一个系列我们都希望 透过我们族一的厂制的安排 让我们更多青年朋友能够理解 我们屏东县政府特别是在创生 在青年陪力这一块我们的努力 南方风土季 汇聚南区各地的风土升紧 展出陪伴各地青年成长的风土信物 以南方青年交流之夜和风土办桌 揭开精彩序幕并规划海卫州 沉香州 山鸾州等主题活动 从11月5号到11月20号每周六日 规划一系列青年大会师 24节气料理教室 微寻餐酒会 南方青年与他们的产地讲座 有兴趣的民众可上网搜寻 南方风土记到屏东高树与土地共学 另外活动也规划风土市集 全市南区多元样貌的文化与物产 在市集上将有首亮相的饼干礼盒 及风土便当 风土便当我觉得主要是透过 在地的一些高速丰富的食材 例如像芋头啊 然后过阵子像枣子出来 或凤梨出来 其实他们都可以把它入菜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让这些社区妈妈们 慢慢地将他们的技能 更加地熟练之后 然后可以高速一些丰富的食材 可以进入便当 南方风土记闭幕活动 将由屏东九校高中职 及大专院校热音社推出最难玩音乐节 以音乐震撼整个南区 用青春致敬这一亩南方风土 捕捉最难的活力 与产地青年的生活风景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导 中反正的水平